小英雄 超級小英雄 Super 大家早安 我是麗菲姐姐 早上起來呢 一定要動動腦的喔 所以呢 現在進行我們的 全腦開發這個單元 然後邀請到我們的老師呢 是我們的兒童職人治療師 阿凱老師 大家早安 我是阿凱老師 今天的小朋友 是來自哪個幼兒園的呢 幼兒園小孩園 好棒喔 還沒有進行問答題呢 他們的腦袋就已經開發了 因為非常有活力 那今天呢 我們的特別來賓呢 是我的好朋友丁一凡 哈囉 早安 大家好 我是丁一凡丁丁丁丁 恭喜你 終於就是發行了個人的 第一張專輯 叫做我不懂愛 對 我不懂愛 很好聽的一個專輯 謝謝麗菲 大家介紹一下這張專輯 好 這張專輯呢 做了很久 然後它裡面有六首歌 對 那首播主打歌 我不懂愛是 美味的想念的插曲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 爸爸媽媽還有小朋友 現在已經迫不及待 我們一起來動動腦了 小朋友準備好了沒 好 好 好 準備囉 請仔細看喔 好 簡單一點 請問有幾輛腳踏車 三秒鐘 3 2 1 準備好了沒 好了 好 再一次 1 2 小朋友一定要聽到3喔 來 準備1 2 3 好 妳最快 來 我的主 是的 請說 妳的答案是 6 6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 有幾輛腳踏車 6 6 有幾輛腳踏車 恭喜 耶 很棒 得1分囉 好 所以這一題題目 我們的頭腦開始動起來了 對 好 準備下來第二題 小朋友仔細看喔 哇 找一找好多甜甜圈喔 要找出依照箭頭方向開始 順序一樣的甜甜圈 1 2 3 4 在哪裡呢 好 有了 我有答案了 我有答案了 好 給各位5秒鐘的時間 5 4 3 2 1 好 好 來 我一樣這一題也要搶答 所以小朋友手放下來 注意喔 跟剛才一樣喔 要聽到3才能舉手 我來準備 1 2 3 好 最旁邊的小女生 3 3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3 預備 好 這一題我們剛才看到 很好玩的一點喔 反而是我們的哥哥姐姐 我們的隊長 先看到答案了 很有信心的說 我知道了 可是小朋友後面 才說出來答案在哪裡喔 對 所以這一題為什麼 以往我們會發現 小朋友的速度應該是會比較快的 對啊 為什麼 對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我們把順序改變了 以往我們的排列方式都是橫的 都是橫的 都是橫的 對小朋友來說 剛才為什麼速度變慢了 因為他還在了解 這一題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剛才題目 我的說法比較偏向於大人聽得懂的說法 對 所以就會出現了跟以往不一樣的改變喔 好 很棒 小朋友都有仔細看 好 而且最後都有猜出答案來囉 好 下一題 請仔細看喔 唉唷 唉唷 好奇怪的圖片喔 這些圖片等我會拼成什麼不知道耶 可是要請各位仔細的把這些樣子記下來 它的顏色 它的形狀 這題比較複雜喔 對啊 趕快看囉 八個小圖片喔 給各位在五秒鐘的時間把它記下來 5 4 3 2 1 不 它不會拼成扇子 它會拼成一個怪怪的 恐龍嗎 面具 欸 它會拼成哪一個面具 1 2 3 4 是哪一個呢 哇 大家好棒 都馬上舉手而且很安靜喔 說什麼 好 這一題 舉手的人偷偷把你們答案告訴隊長 我們讓隊長來回答 都是一番哥哥告訴麗菲姐姐 等一下我們請他們來回答 給各位五秒鐘的時間討論 5 4 3 2 1 好 我有答案了 我也有答案了 好 我數到3一起說出你們的答案 1 2 3 2 1 好 一番哥哥是2 麗菲姐姐是3 其他小朋友是1 好 來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耶 好 贏了 耶 好 為什麼會有部分 不一樣的地方呢 因為我們剛才多了什麼 記憶 前面的題目就是孩子直接看圖案 然後做比對 這個我們在前幾個禮拜有說過 這叫視覺區變 但是這個呢我們需要的是視覺記憶 再加上什麼 我們一個人可以記的記憶量是7正負2 剛才有8個小圖片 所以對大家來說會變得比較困難 對 所以大家如果說你記的時候 沒有把一個特別的特徵記住的話 你忽略的那一個 你在比對上就可能出現錯誤 好 所以小朋友如果出錯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需要多加練習喔 好的 下一題請仔細看喔 Eason還沒有 我還沒出題目 你知道嗎 還沒有 還沒 首先放下來囉 好 很棒 來仔細看 依照剛才移動的方向 第一個哪一個數字是先從左邊到右邊 第二個數字是從上面到下面 第三個是從右邊到左邊 第四個是往上跑的 依照這樣的順序 排列的數字是哪一個答案 這一題我要請兩隊隊長 各派一個小朋友回答 好 仔細給各位5秒鐘的時間 5 4 3 2 1 好 我拍出它 來 好 你站起來請起立 然後另外一位 點點的 好 來 答案是什麼 我們數到3一起說好不好 來 準備 1 2 3 1 1 哇 兩隊都是1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什麼 來 小朋友請坐 看一下 正確答案是 1 好厲害喔 好 你們怎麼會記得啊 小朋友 好厲害 好厲害 為什麼那麼厲害 我知道是1 你知道是1 因為你聽到別人說了對不對 要唸的 好 好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回想剛才的圖案出現的方法 而不是要去刻意的去想 其實這個主要就是 雖然是數字 可是主要是運用到我們的右腦喔 因為我們右腦記住那個圖案 那個動畫的樣子 所以你去回憶的時候 你才很容易的去找出哪些數字是往哪些方向 好 好 來 小朋友準備 來 我們要進行最後一題囉 請問一下黎菲姐姐現在的分數 現在的分數呢 是丁一凡這一組是獲得三分 五是獲得兩分沒關係 好 還有一題可以平手喔 小朋友加油囉 就最後一題嗎 最後一題了 好 來 小朋友仔細看喔 來 小兔子要去找紅蘿蔔囉 這一次的問法是 哪一個 哪一條方法 哪一個方法 不會走到紅蘿蔔 哪一個方法 不會走到紅蘿蔔 裡面會有三個可以吃到紅蘿蔔 只有一條 不會喔 是哪一個呢 好 給各位五秒鐘的時間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二 三 四 是哪一條呢 一 一嗎 是不 不對喔 不對喔 是不對的喔 三 三 其他答案都出現了 好 那這一題怎麼辦呢 把你們答案給隊長 讓隊長來回答 三 好 好 OK 三 好 一菲姐姐 面有難色的點點頭 好來 數到三 請回答 一 二 三 三 都是三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三 一 好 好 所以最後的比數是 最後的比數是 丁一帆這組獲勝 四 三 恭喜你們 謝謝 阿開老師也有禮物要送給 是的 各位小朋友也玩了我們的今天的題目了 也想要得到獎品對不對 來 只要不到我們的粉絲專頁回答 我們的題目就有機會得到 我們這一組是 廚房組耶 我很喜歡玩這個喔 雖然我是一個大男生 為什麼你喜歡玩 因為這樣的一個遊戲 其實是訓練孩子的創造力 對 千萬不要媽媽說 哎呀這個鍋子就是應該煮魚的 這個鍋子應該就是煎肉的 其實孩子有創意是很好的事情 對 然後再帶孩子 如果有機會讓他實地的參與廚房的作業 孩子才會真的知道廚房在做什麼事情喔 好啦我們來問什麼題目呢 好 剛才的最後一題 我們小兔子要吃的是什麼 小兔子要吃到的是什麼 好軟喔 真的是這個答案嗎 好 各位小朋友還有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來趕快上網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回答這一題的答案喔 好今天謝謝我們的阿開老師 也謝謝我們可愛的小朋友 當然大家一定要去多多支持 這是丁一帆這張專輯 我不懂愛 謝謝 謝謝丁丁 好我們現在進行我們的下個單元